大家好,下面由我向大家介绍这款凡泰微精水光跟它的专用产品的一个使用方法和操作流程 首先我们看到这款凡泰微精水光 它现在是市面上很火的一款仪器,主要用来美白补水嫩敷 然后看到它的产品,它的产品的话,主要是美白嫩敷补水 第一步,它是分为五个步骤来进行的 第一步是复活精唇液和复活精水粉搭配在一起使用涂抹式的 第一步的话,它是一个打底修复的作用 然后增强我们皮肤的抵抗性,防止一个过敏的过程 然后第二步的话是弄浮复活液 它就是借助我们这款凡泰微精水光来使用的 然后它的主要功能就是一个美白补水 第三步的话就是一个多重活肤液 多重活肤液它是增强它的一个美白补水嫩敷的功效 然后第四步的话就是我们的嫩敷化颜面膜 因为前面我们用仪器打在脸上的话皮肤会有一点微红 所以说我们是用这个嫩敷化颜面膜用来修复的 第五步,也就是最后一步 我们用到一个嫩敷化颜霜 它是锁住我们皮肤的水分,锁水补水的功效 下面就是石操的过程 大家看到第一步的流程就是复活精华液和复活精唇粉 堆在一起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之前已经堆好的 下面我们来进行石操 好,这是刚开始我们调好的复活精唇液和复活精唇粉 我们是由下往上的 因为第一步是涂抹式的 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二步的操作 大家看到这里是第二步用的产品 就是我们仪器所专用的嫩敷复活液 我们直接把它取下来 安装到仪器上面就可以了 把这个滑门把它拧紧 这里有一个滑门 然后我们看到这款仪器的这个界面有几个按键 前面两个按键就是阀门的前进后对键 我们安装了这个枕头以后 要把这个阀门推到上面去 这个是它的一个开始键 开始暂停键 这个是它的一个选择的选择 选择键 选择的话就是页面上的速度尽量语言 速度我们一般调到8到15 尽量的话也是调到8到15 语言的话我们就不用管 它是一个默认的英语 中间的两个键就是调它的速度和它的一个尽量的多少键 好 下面我们来进行第二步的实操 我们都是由下往上面打的 让它提升 像我们打这个脸颊这边有肉的部分 会把这个枕头这里调到outside 就是枕头是往外面一点的 当我们打到额头的时候 要把枕头调到里面一点就是inside 我来客户会疼的 我来客户会疼的 它正在调里面一点 接下来进行第三步的操作 多重活腹液 下面进行第三步的实操 这个是涂抹式的 我们的话一张脸用到半只就行了 接下来 继续一动 继续一动 感谢观看 下面我们来进行第四步的操作 嫩妇幻颜面膜主要是一个修复的作用 下面是第五步也是最后一步 嫩妇幻颜霜 它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锁水补水 下面就是最后一步 也就是第五步的石头 它是一个涂抹式的 主要功效就是锁水持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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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